固件升级有移动端和PC电脑端两种升级方式 我们先介绍移动端的操作方法 首先,开启遥控器,再开启飞行器 当有新固件需要升级时,APP会出现提示 点击右下角的固件升级图标,进入升级页面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,将USB OTG线与飞行器和遥控器连接 连接完成后,固件包自动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后,根据APP上提示的操作,进行固件升级 在升级过程中,飞行器出现重新上电属于正常现象 升级成功后,APP会提示重启飞行器 重启后,就完成了固件升级 Fantum 4 Pro还可以通过DJI Assistant 2进行升级 首先,开启遥控器与飞行器 用USB线将飞行器与电脑连接 打开DJI Assistant 2 点击右上角用户登录 登录DJI账号后,选择Fantum 4 Pro 点击左侧的固件升级 选择最新的固件版本 点击升级,升级开始 升级过程中,需要保持电脑连接网络 不要断开USB连接线或者退出DJI Assistant 2软件 升级完成后,重启飞行器和遥控器即可 感谢您的收看